我们来给大家讲HTML JavaScript and CSS 第七章 日程安排 今天我们要详细介绍 CSS 中框模型 CSS 修饰属性 框模型的属性 我们首先要明白一共三种 内边框 边框和外边框 其中我们的这个 padding 也就是文本 文件和我们的这个边框 这之间的距离叫内边距 而外部上一个元素和本边框之间的距离 这叫外边距 我们用 margin 这个属性来定义 而我们的这个边框 要修饰它的属性是 border 我们可以设置 HAT和 WEST 也就是它的高度和宽度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一下内边框 使用 padding 属性 假如说我们使用 padding 属性 我们是对下 左 右 上 内边框 来做统一的改变 假如说我们在 padding 后面加一个横杠 我们加入了 bottom 这样的话我们只是设置元素的下内边距 也就是单一边距 我们来做一下实验 这里面我已经建好了一个 html 7.html这个文件 里面我在 link 标签中已经连接了 css 7.css 也就是我的一个修饰文件 其中我建立一个标题 he 标题 是叫 chapter 7 其中我加入一个表格 在 css 7中我已经对这个边框 也就是表格的边框 作为了一个修饰 我将边框的大小设置为 epx th 文本文件的类型设置为 solid 边框的颜色设为红色 我们来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chapter 7 标题 然后我们这个表格和边框都在这边 我们在其中加入 padding 比如我们 padding设为 2px 保存 保存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所有的这些 现在我们的这个边框 内边框都设为了 2px 假如说 我只想设置下边框 votum 10px 保存 保存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所有的下边框 都就是文本的 文本和边框之间的这段距离 都设置为了 10px 来介绍一下边框 边框使用 border属性 我们可以设置多种样式 可以为一个边框定义为多个样式 例如下面我们为这个段落 定义为 solid dotted dash and double 就定义了 为这个段落定义了四种边框样式 10线的上边框 点线的右边框 虚线的下边框 和一个双线的左边框 我们的这个顺序是为 采取了上 右 下 左的顺序 那么我们来 试一下 例如 我们可以为 我们的这个H1标题 作为选择器 为它添加边框 我们用 border style 实现的上边框 实现的上边框 solid 点线的 右边框 dotted 虚线的下边框 虚线的下边框 dash 双线的 左边框 double 运行我们的这个网页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框 双线 上边框 实现 右边框 点线 下边框 是虚线 样式之外 我们也可以为 单一的样式 为元素 某一个边的设置 设置边框 样式 例如 我们可以设置 上边框的 类型 和右边框的 类型 等等 也就是 我们不需要 用border style 我们是用 border top style 或者是 border top white 我们来做下眼镜 我们可以展示 例如 假如说 我打border top white 设置为15px 那它的上边框宽度 就是为15 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 假如说 我把这个套料 就是border white 15px 保存 那么它四个边框 就全都为15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css边框 属性图 这里面列举了所有 css边框的属性 大家可以看到 有border 和border style 也就是 边框 样式 还有border white 也就是边框的宽度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 把这里面的 所有的属性 来试一下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 外边框 我们使用margin属性 来定义外边框 margin属性 接受 任何长度单位 可以是像素 英寸 毫米 或者是em 与内边框设置相同 这些值 这些值的顺序 是从上外边框 开始围绕着元素 顺时针旋转的 也就是margin margin里面 这四个值 是从上边框 上外边框 右外边框 下外边框 和左外边框 来设置的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在刚才 这个he标题里面 我们打入margin 假如说 我们只打入margin 20px 这样的话 我们四个边的边框 全部都是20px 我们把外边框 统一设成20 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边 所有的 我们这个he 标题的外边框 全都变成了20 那么 我给今天讲的 做一下小节 今天详细介绍了 CSS中 框模型的属性 第一 内边框属性 外边框属性 还有边框属性 给大家留下课后作业 自己建立一个 含有表格的网页 练习含有内边框 边框 外边框属性的 CSS设计 下一章 我们将介绍 网络脚本语言 JavaScript 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